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感冒发骚我感觉挺好的对不对 然后我想我应该怎么让我自己感觉更好呢 我就觉得录个视频 然后看一看你们的这些评论 因为我知道观众的评论总会让我非常开心 特别是优酷上的一些观众 每天都会让我特别开心 所以我就想好了我要做个视频出来 骗一些钱 我也要骗一些评论 所以我们就可以让我感冒快点好起来对不对 顺便让感冒转为癌症或者其他东西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介绍这个模组 如果你可以看到这个地图看上去像什么的话 那么看上去像什么呢 对的就是这个海绵宝宝 是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介绍这个模组呢 叫做海绵宝宝模组 你说哇不可能 难道你真的可以变成一个小黄人吗 变成一个黄色的海绵吗 在MC里面你可能想完全不可能对不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不光要变成海绵宝宝 我们还要变成派大星和章鱼哥 所以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先把一个命令方块拿出来 所以这个呢是在Minecraft 对这个乱码了是因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这个是个西班牙语的一个地图 然后一进去才是乱码了 我也不知道我改了什么语言都没有用 所以让我们忙打对不对 我们要给 GIF C Tab Command Block 哇 哇聪明啊好了 我们把这个拿出来之后 右键 然后让我打个喷嚏 TOO TOO 好了我回来了 所以现在呢 我们把我们之前复制的这个代码放进去 然后我们点保持开启完成 然后应该就可以了对吧 喂 好了应该是可以了 我可能现在已经变成海绵宝宝了 很有可能哦 等一下 我们看一下 不 我变成了这个 这个 也许是我材质没装对不对 所以我们我们两秒钟之后回来 拜拜 好了我把这个材质包放进去了 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个哦 所以我们就猜一个吧 这个是裂空 这个是吸烟模组 所以我们看一下和这个版本一样的 可能是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哦 哦是的 大家看 我是海绵宝宝了 是不是非常非常帅呢 虽然这个看上去非常奇怪对不对 像是哪个两岁小学生弄出来的 这个对不对 但是非常非常酷 所以有什么功能的领问 很好 首先第一个 啊 就是这个吹泡泡 对不对 大家好 这个看上去非常好 对不对 这个看上去像是吹泡泡的东西 对不对 啊 但是我觉得它也是可以啊 有其他用途的 那么这里有什么用途呢 啊 思 drinking这里呢 毕竟是个给小学生看的频道 啊 这个评论里面 大家都可以看出 所以这里呢 我就不继续往下讲了 然后我们能干什么呢 我们可以按右键 然后我们就可以吹泡泡了 大家看这些就是泡泡 从我头领上出来这些小蓝色方块 所以你以后 如果服务器里面有这个模组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个服务器里面 当一个小傻逼 在周围走来走去吹泡泡 所以这个之后 我们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空手道模式 我们可以开启空手道模式 然后这个我们会非常厉害 让我们试一下 喂 有变吗 我应该 变了 但是你看不出来 所以我现在有左手和右手 然后我看一下 能不能把那个 看出来好了 这个就是我的样子了 所以这个之后就是空手道模式 我们还可以变回人类模式 那么这个人类模式应该要 大家也看出来 我要换一个材质还是什么 换光影大家再看出来 可能 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在空手道模式里面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 oh fuck no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变成人类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海绵宝望 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 我们只要丢个海绵下来 然后我们就变成 这个大家什么都看不到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肯定有点bug 大家还是看不到我 喂 喂我隐形了 oh no oh回来了 好心了 所以这个就是海绵宝宝 然后这个是空手道 我们要边走 他才会刷新这个贴图 好了 所以这就是空手道模式 对不对 这个看上去很像 优酷评论里面的这些小女生 好了 所以在空手道模式里面 我们可以打很多人 打一些小蜘蛛 对不对 小蜘蛛 然后呢 它们会 被我们一手干掉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生成一些蜘蛛 这些是洞穴蜘蛛 那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变种的蜘蛛 它们是蜘蛛里面的婊子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会堵你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生成一些蜘蛛出来 但它们都消失了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我们来换一些正常蜘蛛 对不对 正常蜘蛛呢 也是婊子 但它们也不出来 不出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喂 难道我们在和平模式吗 Game 好了 这个有点难 不是 Difficulty Difficulty lane 不对 应该是1 OK 我们来试一下 哦 行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生成这些蜘蛛出来 对不对 然后大家看好了 我们现在因为在这个空手道模式 所以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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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大家都死了 这个就是空手道 海绵宝宝 那么海绵宝宝就差不多这么结束了 但是这个模组还没结束 我之前说过 我们还能变成派大星 和章鱼哥 所以让我们现在 回到人类模式 我们要 按一下这个就行了 然后呢 我们要变成派大星呢 很简单 我们拿一些粉色黏土出来 对不对 因为派大星就是粉色黏土做的 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 大家看 我要走一下 才能刷新贴图 对不对 我们一走 这就是我们了 这就是派大星 是不是非常好看呢 像一个 那个什么一样 对不对 我进入大帅里面 一直做那些东西 这就是派大星了 这个作者 估计很伪扬屋 那么这个前面 左右两个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就不用说 对不对 你们就可以自己去想 是什么 关键是这个写作 对不对 这个做模组 这种东西 都是要给 这个读者留下自己的想象力 大家才可以有 这个自己的这些 想象出来的东西 那会非常非常 了不起 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 我们来介绍派大星模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里面有两个东西 上面都没有讲 这什么东西 对不对 我们只能猜一猜 那么你变成派大星之后呢 你有这些功能 隐身力量 抗性提升和急迫 急迫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打得很快 这些方块 但是我现在冲的模式 但你也可以看到 我手路很快 对不对 派大星 为什么手路会快呢 我们自己都知道 话不用多说了 好了 所以呢 让我们试一下 这个蓝色的羊毛 能干嘛 我们按一下Q 然后我们可以 有个汉堡在我们手上 这个汉堡呢 我们就是那个 那个汉堡 对不对 好了 所以我们可以按Q 然后我们就可以认出汉堡来 不对 我们按右键 就可以认出汉堡来 然后这个汉堡呢 也可以杀人 我们来拿一些 婊子出来 我现在是蜘蛛 好了 所以一下也是 一次杀死所有人 非常非常牛逼 这个就是这个派大厨 派大星 对不对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 之前那个模式 这个小吊模式 然后我们再用一下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也非常厉害 我们再把一些蜘蛛给放下来 然后大家看好了 大家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飞了 好了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功能 大家都可以就是 被我们派大厨撞死 但是还是F5里面 看上去更厉害 大家看好了 这就是派大厨的这个 这个body slam 用身体 肢体去撞别人 这个呢 如果你不会被打死的话 估计你也不会想活下去了 派大厨就是这么牛逼 好了 我们去看一下第三个 第三个是什么呢 就是章鱼哥 那么章鱼哥 我们要怎么弄出来呢 OK 哦 行了 我们变成了章鱼哥 这就是我们 章鱼哥 看上去非常非常酷 非常非常帅 和这个动画片里面 长得一模一样 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 我们来讲这个章鱼哥 一个非常非常厉害 这个就是我们的武器 章鱼哥 无意的功能 就是这个武器 那么这个作者呢 这个非常 对不对 和我有一样的想法 对不对 估计里面也和我有一样的想法 但是如果你在优客上的观众的话 如果你十岁左右的话 你可能没有和我一样的想法 那么这是好的 你要保持你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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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天真 这个 这个 爱玩 和这个 纯洁 你知道吗 不能想这些 污的东西 这些东西不要去想 所以我们有个黑管子 大家看 这个黑管子 干嘛呢 你问 好了 我们再生成一些 对不对 小蜘蛛 小兹兽 小婊子出来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黑管子 可以干嘛呢 玩一下右肩 好了 然后他们就全死了 这个是我们的功能 可以用来射 这就是 我们的这个 张鱼哥的功能 是的 我很喜欢这个模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挺喜欢的 有可能是用这些武器的设计 对不对 总是 让我感觉有一些 共同点 我们 特别是个黑管子 你知道吗 非常好看 好了 其实还没有结束 这是三个角色 我们还有一个车 要介绍 好了 大家看好了 让我们先回到人类 对不对 然后 很多人全没了 所以呢 没关系 我们需要个玫瑰红 三个铁块 好了 我们这个看不到数字 我们得自己数 然后四个皮革 一二三四 然后把他们丢在地上 就这样子 我们就会有一个船出来了 不是车子 那么我可以上这个船 我就可以看到 我们变成了海绵宝宝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这个船 然后非常非常厉害 大家看好了 就是这样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